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成为了各大影展巡回花莲的首选场地 第十二届主题片《电影之眼》 即日起到24号是举办2023 台湾原著民族文化影视节巡回影展的活动 而迎接端午廉价 园区除了展演放映之外 亲子手作活动也有圆好生活市集 欢迎端午廉价期间来花莲铁道园区走走 欣赏电影也吃美食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五六月迎来第十二期全新主题片单《电影之眼》 从第四十五届金税奖入围作品《花莲巡回展》 接连放映共六十二部剧情片动画片等入围作品 接续的是2023台湾原著民族文化影视节巡回影展 包含去年上映的哈勇家等精选八部影片 都将在园区上映 我们接下来到六月底的部分 花莲铁道电影院营养有相当精彩的节目 那第一个很重要就是原著民族的影视节的影展 那包括大家去年众所皆知的哈勇家 也会来这边放映 所以大家可以锁定最近有原著民族的影展 那第二个呢比较特别的是在端午廉价期间 如果现场的民众们不太知道去哪里 那就鼓励大家还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那我们在电影院这边呢会有一个影展的放映 那也会邀请一个首座的活动 我们会搭配亲子电影院 所以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们一起来到电影院 那另外呢我们铁店会外出到丰田的大同戏院 那这个活动相当特别是 花莲铁道电影院跟小小三东野的合作 那我们在大同戏院一样会放映亲子电影院 所以很鼓励大朋友小朋友一直一起去那边看电影 那另外呢在放映后我们邀请到水莲国小的高运轩老师 那他是去年花莲短片创作奖的短片奖的得主 那他会在那边放映来自太平洋的附近 也会在现场做映后座谈 那鼓励大家可以到丰田的大同戏院 来看花莲铁道电影院在那里的节目 端午廉价何处去 花莲铁道园区除了影展放映 也举办亲子手作活动 还有圆好生活市集 另外也洗手小小山东野 前往收封封田大同戏院 将带来市集亲子聚故事岛光影工作坊和戏院探险等活动 要让民众的端午廉价在园区在户外都很热闹 记得讲帮焰黄理师报导